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佛陀和提婆达多的今世前缘 佛陀时代 每位弟子对佛陀都很敬仰和尊重 偏偏有位提婆达多 常常在僧团中搬弄是非 他虽然出家 但对佛陀却有极度的心灵 所以常故意制造是非 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分离 甚至诽谤佛陀的言语举动 若听到有人赞叹佛陀时 他就想尽办法挑拨离间 这就是提婆达多的习气 那天 比丘们聚在一起议论道 为什么提婆达多对佛陀那么不满 为什么他要在外面散播许多谣言呢 佛陀刚好走过 问道 你们在议论什么 有一位回答 佛陀 我们都很疑惑 提婆达多和佛陀是堂兄弟 又是您的弟子 为什么他事事都要障碍佛陀 甚至听到有人赞叹您时 就想尽办法散布谣言 诽谤佛陀 提婆达多和您 曾接了什么样的因缘呢 佛陀说 提婆达多诽谤我 不只是在今生此事 在过去生争 他就一直抱着极度心 常以险恶之心 加害我 佛陀接着又说 你们坐下来 我告诉你们 过去生中的提婆达多 以前有一个摩切陀国 国王养了一头大象 是一头洁白的大象 不论行走 外貌 都是上等之选 国王请了训寿师来调教 这头白象很聪明 人见人爱 备受赞叹 有一次在祭拜大典上 国王骑着这头白象 在人群中巡视 祭拜的队伍 大白象一走出来 全国的人民都大开眼镜 每一个人都赞叹他 因为他的动作优雅稳重 让人一见就生欢喜心 国王看到这么多人赞叹白象 他心中很不高兴 大家竟然都只赞赏 被我骑的大白象 却没有人赞赏 我的英姿焕发 于是国王就想尽办法 要置他于死地 国王问训寿师 这头大象训得如何 训寿师说 很好啊 这头象聪明伶俐 很好教 国王说 如果他站在最高的断崖上 是不是可以表演被调教的技术 训寿师说 没问题 因为他很聪明 国王就说 好 我要看大白象献疫 于是 国王就指定 在摩切托国最高的山顶上 那山间 还隔着很危险的断崖 国王要大象 在那里献疫 训寿师随着国王 牵着大象到那里 国王和许多大臣百姓 都等着 要看大象表演 国王命训寿师 骑在大象背上指挥 国王下令说 你要他缩一脚 用三只脚 站在山尖上 训寿师就指挥象 用三只脚站立 大象就开始表演 姿态真是美啊 在场的老百姓 都很赞叹大白象 国王欲听欲气 又说 要大象缩起两脚 用两只脚站立 大象真的做到了 赞叹的声音更大了 国王更是嫉妒了 又要大象 用一只脚站立 其他三只脚都缩着 没想到 大白象竟然也做到了 此时 赞上的声音 真是震动天地 那时 国王除了嫉妒之外 又加上痛恨 他咬牙切齿 无理地告诉训寿师 要他四只脚都缩起来 悬空在山顶上 当时 训寿师就贴近 大象的耳朵说 国王有心 要置你于死地 像这种无道的国王 不值得为他服务 你是否能展现神力 将四只脚都缩起来 腾空飞到波罗奈国去 结果 大象真的四脚悬空 身体轻飘飘地 载着训寿师飞过断崖 一直飞到波罗奈国的城门上空 波罗奈的人民抬头 突然看到一头白象 轻飘飘地载着一个人 在天空中飞翔 大家都喝彩说 啊 好神奇的大白象 他带着福气到波罗奈国 这是个好预兆 那里的百姓都归在地上喊 国王在宫中也听到了 就和大臣们出来观看 看到那大白象 果真是良相 国王说道 不知他是否和我国有缘 希望大白象能降临到这里来 大象就真的降落在波罗奈国的宫殿旁 国王问那位训寿师 你们从哪里来的 训寿师说 我们从摩切托国来 国王说 这头像到我的国家来 必能带来吉祥 希望能让它留下来 训寿师就对大象说 这是一位人王 我们应该投靠他 为他服务 于是他们就留下来了 国王很高兴 封大白象为象王 又为象盖了一所很好的房子 让他住 而且喂食最好的食物 佛陀说完这个故事 又对比丘们说 你们知道吗 那位怨恨极度心强的国王 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 波罗奈国的国王 就是摄利弗 那位训寿师 是眼前的阿难 而大白象就是我 释迦牟尼 提婆达多生生世世 不断用极度和怨恨之心 结怨连仇 直到现在 还要不断地逼害 这就是 他过去生 无量节前 生生世世 累积的极度心 佛陀又说 大家修行 就是要把内心的怨恨 和极度心扫除 心中的 这份无明 黑影 若能剥开 才能透彻了悟 真如本性